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remark这种模板引擎有点类似 他可以完全替代GSP 相较于其他模板引擎有几个比较吸引人的特点 在我看来他主要就是说他支持这个HTML原型 然后我们使用timelift模板引擎的时候可以使用模板加数据的一个展示方式 那么就是说不像那个GSP 如果你用了那个EL表达式或者GSTL表达式之后 你在使用这个GSP的时候 必须有这个Servalite容器的一个支持才能展示 但timelift不需要 他纯的HTML也可以使用 我觉得这点非常方便 再一个就是说他又使用的时候又类似于就是说可以使用GSTL和OGNL表达式的一个效果 也就是说你写起来跟他很像 但实际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说他并不需要Servalite容器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非常棒 然后呢 就是说他是这个Spring呢 官方呢 就是说SpringBot官方呢 就是说 推荐的一块模板引擎 因为我们用了SpringBot 所以才需要去使用这个timelift的 哎 大概一个这个意思 哎 这就是一个timelift 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是我们使用SpringBot之后呢 我们发布的这个应用程序啊 会全部变成架包的形式 也就是说我哪怕我是外部用程序 也是用架包来发布 而不再使用袜包的形式来发布了 因为我们是用的是分布式 分布式部署的一个这么一个形式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不可能出现一个袜包打包的这么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全部使用架包 那一旦使用架包的话呢 就有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GSTP在内嵌的Servalite容器上 因为我是架包形式发布 所以我不能使用第三方 不是叫第三方 就是说我不能使用外部的那个Servalite容器 我只能使用内嵌的Servalite容器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只有两个选择 就是Tomcat和接体这两种选择 那么这两种呢 他不支持以架的形式来运行GSTP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的 我们只能使用这种 这种timelift这种静态的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SpringBot呢 他就是也就是Spring官方推荐使用timelift作为模板引擎 那么他完美的是 就是说 他对这个SpringMVC的这个支持啊 非常棒 还有一个模板引擎呢 也挺好的 叫Bio蜜蜂 这个Bito 这个模板引擎也非常强大 效率也非常高 它号称 这个模板引擎 号称完爆以上所有模板引擎 在效率呢 号称是他们的10倍 20倍 甚至100倍 这就是这个Bito这个模板引擎 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模板引擎 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模板引擎 也就是说呢 这里有两个模板引擎推荐 一个是timelift 一个是这个Bito 就这两种 那么我们这里呢 简单 我们就使用timelift 哎 这就是这个 为什么要用timelift 什么是timelift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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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起 对不起